第十集 朗朗晴空 怎么会没有太阳呢 我有些急了 要是天不会黑 那我岂不是永远都出不去了 老乔夫披完柴 自顾自地喝了一口水 准备休息 我急忙揉了揉眼睛 泪汪汪地说道 老爷爷 我想我爸我妈了 你能不能送我回去啊 说着我就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来 见我哭 老乔夫反而笑了 你这小娃可真有意思啊 小小年纪 花花肠子可不少啊 卖惨被识破 我尴尬地挠了挠头 站着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老乔夫看了我几眼 说道 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呀 像是我的一位故人 我抬起胳膊 闻了闻 是女尸身上的香味 被她长时间抱着睡 我身上也沾了那股独特的香味 不过故人有两种啊 故有和故敌 我不知道她跟女尸是哪种关系 但是不敢拿出来说情 见我不说话 老乔夫把死兔子扔给我说道 把她剥了 皮要完整的 让我干活 那就是好兆头 我提起死兔子 看了一下 只有她劈柴的斧头能用 我过去伸手想拿起来 但是用力一抽 斧头却嵌在木桩上纹丝不动 我眉头微皱 运足扬员再次发力 现在的力道 连同木桩一起拎起来都可以 可是斧头还是不动 我顿时明白过来 它不是香得太紧 而是斧头太重 老乔夫能从容地出入阵法 并且居住在里面 自然不会是常人 我没作声 四处张望着寻找刀具 老乔夫见状 扔了一把木斧头过来 很小巧 像是农村里大人 削给小孩玩的那种 捡起小木斧 拿在手里 沉甸甸的 不知道什么材质 刀口还很锋利 不比铁斧差 我拿在手里 比划了一下 蹲在旁边 处理起兔子来 在石凹山 我都是自给自足 坐起来也顺手 不一会儿 一张完整的兔皮 就剥了下来 老乔夫接过兔皮 进了屋 半个多小时之后 拿着一顶兔皮帽 走了出来 递给我说道 以后睡觉的时候 记得戴上它 我心不在焉的 点了点头 问它是不是 要送我下山呢 老乔夫答应了一声 我急忙把木斧头 还给它 老乔夫爽朗地笑着说道 这个小斧头就送你了 回去告诉你媳妇 她欠五道山 一个人情 她知道女师是我老婆 我不敢主动承认 同时也晓得 人情债难还呢 我不想因为一个玩具 给女师添麻烦 就把小木斧 放回了木桩上 表示不要 老乔夫又是哈哈大笑 我说的人情 是送你下山 你不想下山呢 我眉头微皱 这样的话 就没有选择了 只能让女师 来还这个人情了 谁让她是我老婆呢 我又瞟了一眼 木敦上的小斧头 老乔夫也没不让 我再拿的意思 于是我就赶紧跑过去 抓在手中 既然要欠人情 自然是得多拿点 下山的时候 老乔夫走在前面 我跟着他 快到山脚的时候 远处传来呜呜的哭声 还是那只狐狸 哭声悠悠 忽远忽近 听着有些烦躁 我看了一眼兔皮帽 狐狸在哭兔子 我戴上兔皮帽 他会不会把我 当成兔子呢 哭丧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难道是什么 害人的手段 我看着老乔夫的背影 也不敢多问 老乔夫送我到山脚下 停下来说道 往前三步就出去了 我见你看我劈柴 看得入神 以后有时间 可以到山里来找我 哦 我知道了 我敷衍地答应了一声 往前走了两步 才回身鞠躬道谢 然后转身 赶紧踏出一步 视线模糊了一下 白黑变换 老乔夫果然没骗我 真是一步就走出了阵法 外面已经是黄昏 鲜明的对比下 更能体现出五道山的不俗 到了外面 狐狸悠悠的哭声 也消失了 我走丢也快十几个小时了 福伯肯定急坏了 我也不敢耽搁 顺着山道 朝八卦镇走去 但刚翻过一个小山包 还没露头 就听见山包后面有说话声 我急忙跳到旁边的杂草里 躲了起来 哎呦 真是的 夜市刚刚热闹 非得让我们出来找人 不就是个小野种吗 跑丢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另一个声音说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听师叔说 那小子身上有个秘密 很多人都盯着他 肯定不能出事啊 气 要真像你说的 张家还不得把他攻起来 倒是我听说 龙虎山的张旭放话了 说是要打断他的腿 张旭是谁啊 我眉头微皱 我跟他又没仇 都没见过面 为什么要打断我的腿呢 正困惑的时候 那第三个人开口了 用知情者的口吻说道 你们都是瞎猜 照我说呀 还不是因为他媳妇 刚才说话的俩人听了哈哈大笑 其中一人说道 哎呦 武阳啊那是以前 现在的石敖山算什么 那女将不自量力 想破须成圣 结果被天杰斩了灵志 灭了修为 现在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我看咱们也别折腾了 师叔他们就是顾忌八卦镇的规矩 让我们出来随便转转 休息一下 回去交差就行了 女师成圣 我的怪怪 那可是巅峰境界了 虽然失败了 但福伯说 自孔庄之后无人成圣 那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了 可惜 现在变得可怜巴巴的 话都不会说了 我没敢出去 蹲在草丛里 武阳他们也没过来 在山包后面休息 没再聊女士跟我的事 闲扯的说起了柳柔 武阳说道 哎呦 那丫头的胸壳真大呀 看着就想柔 三人说着 猥琐的笑了起来 我坐在枯草丛里 富匪他们真是没见过世面啊 柳柔算什么 我老婆的才大呀 而且柳柔跟女士比起来 一点都不漂亮 想着想着 我的脸就有些发烫 三年里 我可没少偷偷地摸它 不过那会儿没觉得有什么 只是摸着舒服 现在听着武阳他们猥琐的言语 我的小腹 隐隐有些燥热 还好他们没说得太离谱 不然非得把我给交坏了不可呀 十几分钟之后 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三人吆喝着就回去了 我让陈浩出去看了一下 确定他们走远了 我才偷偷地进了八卦镇 直接回了旅馆 福伯 柳清风 还有几个陌生的中年男子 都在大堂 除了福伯满脸焦急 其他人都在谈笑 见我回来了 福伯高兴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柳清风平静地看了我一眼 淡淡地笑着说道 好了 张同回来了 大家也跟着急了一宿 都回去休息吧 我可没看见他们有着急的样子 不过福伯还是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 亲自把人送到外面 回到房间才问我是怎么回事 柳柔是不会承认是他们把我骗上武道山的 否则刚才柳清风的表情不会那么轻松 我要是如实地说 福伯会去理论 现在跟毛山撕破脸 我们的处境会更艰难 而且 柳柔他们各自付出了十年的寿源 现在不觉得 再过上二三十年 他们就会后悔今天所做的事 想了想 我就说是自己走丢的 八卦阵布局很古怪 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福伯听完松了口气 以后啊 别乱跑了 八卦阵是柳天一所见 你不懂五行 迷路也很正常 好了 快睡吧 明天中午还要去祭道开坛呢 什么是祭道开坛啊 我出了这事 福伯那是又累又急 身心焦瘁 上了床才说到 去拜柳天一 当年有传闻说 他已经破虚成圣 只是 不知为何 此后就下落不明了 神坛是他失踪前建的 后来各大门派遵他 在神坛外设了十二尊神像 奉为道尊 神坛一共有三层 每一层内都封印着柳天一 修道图中降服的妖魔鬼怪 神坛十年开启一次 年轻的弟子 可以进去闯关 福伯简单的介绍 师族七十年未曾参与 他也是到这儿才开始打听这些 过了几秒 福伯又叹气说 我今天跟各门各派讨要功法 他们都是各种推托 我听他的语气 他肯定是低头求人 结果被敷衍了 少爷 要是你能进神坛 获得里面的奖励 老奴也就不用低三下四的去求人了 我嗡了一声 心里很不是滋味 想想那个柳天一 破虚成圣 不过是传闻 女尸当年也踏出过那一步 要是没有失败 现在的师族恐怕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就在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哭声 吓得我猛地翻身坐起来 我就问福伯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福伯被我吵醒 跟着从床上坐了起来 茫然地问我怎么了 看她的样子就是没听见 没什么 躺下之后 我摸索着 把兔皮帽拿了出来 戴在了头上 那悠悠的哭声 一下子就消失了 兔死胡碑 它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 本身就透着一股诡异 我不想让福伯压力太大 藏在心里没说 但是整夜戴着兔皮帽 我睡得也不是很踏实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第十一集 翻来覆去 总觉得手没地方放 以前不是搂着女将 就是偷偷地摸她 现在不习惯了 天都亮了 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福伯早上没叫我 到了中午才把我含醒 在床上放了一套新衣服 让我赶紧洗漱换上 拿着衣服到卫生间 比了一下 真是无语啊 福伯没照顾过人 以前买的衣服 不是长就是短 现在也是一样 但是也没办法 昨天的衣服 从山里下来之后 就脏得不行 祭祀这种活动 肯定是穿不出去的 洗漱完毕换上 衣服长了一大截 松垮垮地罩在身上 即便是新衣 看着也是十分地邋遢 裤子 那就更过分了 裤腿直到小腿 紧绷着勒在身上 难看不说还不舒服 福伯看了看 也是眉头紧皱 但是也没别的办法 只能帮我把袖子卷起来 然后匆匆地带着我出了门 到了镇上的停车场 我才知道 福伯为什么那么急了 因为五道山的存在 神坛设在了山外 距离小镇有三十多公里 我们没车呀 福伯带着我是来蹭车的 他之前应该是跟柳清风说好了 但是过去的时候 柳清风确实一把把车门给关上了 一脸歉意地说道 哎呦福伯真是对不住了 茅山后面又来了几个弟子 刚好坐满了 柳清风的声音很大 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立刻就有人小声地嘀咕 哎 这什么门派啊 穷到要蹭车 是啊 以前没见过 哦对了 今年不是天师府张家主持吗 怎么什么门派都邀请啊 哎呀真是的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跟旁人埋怨 像是我和福伯的存在 把他的档次给拉低了 说完就上了车 扬长而去 福伯没料到会是这种情况 有些不知所措 柳清风无奈地摊了摊手 笑了笑 然后上了车 后面的车窗摇了下来 刘雨生探出头来说道 张同 劝劝你家老奴啊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我看了一眼 车里明明还空着座位 我心里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柳清风这是 想当众羞辱我们 福伯红着脸 愤怒 同时也很着急 柳清风走后 他立刻把目光移向了别处 见有车还空着 就急忙想过去跟人商量 结果人家见他过来 摇上车窗 一脚油门就走了 我见他还要寻找下一个目标 恼怒地喊道 福伯 够了 那拜计 不去也罢 他这样只会让 师族越加地被人看不起啊 小少爷 您别说了 老奴的这张脸已经丢尽了 不在乎了 我有些无语 但他都这样说了 脸也豁出去了 只能希望他可以找到车 但是师族七十年没有参与聚会 基本没什么认识的人 福伯过去人家话都懒得跟他讲 转了一圈 停车场已经空了下来 福伯无奈地走了过来 一咬牙蹲下身 少爷 老奴背你过去 一路急迟 应该能赶上 神坛里的东西对你很重要 小姐他 福伯叹了口气 没有继续说 我知道 等女士醒来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只是他安慰我的话 即便会醒 时间也是用年来计算的 而我现在正式修炼的绝佳年纪 错过了得补偿失 我把福伯扶了起来 福伯 我能跑 福伯的眼睛有些湿润 要是小姐在 少爷也不会受这种屈辱啊 都是老奴无能 我本来想说他几句 听到这话 反过来安慰他 蹲下来 寄紧了鞋带 三十公里 跑过去不成问题 但福伯让我自己先跑几公里 后面的路 他背着我 怕我把杨元耗空 到时候真的进不了神坛 那就得不偿失了 神坛我没见过 但从刘雨生的嘲讽来看 想进去 是有要求的 然而就在我跟福伯 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 一辆红色轿车 缓缓地停在我们旁边 后座的车窗摇下 里面坐着一个 很典雅的女人 乍一看 我还以为是女师来了 毕竟时代变了 很少有书发际 穿古装的女子 小弟弟 老伯 我这里还有空位 要是不嫌弃的话 可以一同前往 女人的声音很好听 像百灵鸟一样 她身上穿着白裙 两道乌黑的绣发 从耳边垂下 发际不高 显得比较随和 虽不如女师好看 但也是倾国之姿 而且她脸上 有女师没有的生气 她的礼貌 让福伯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之后 急忙说了几句感谢的话 拉着我让我上车 车里除了司机 就只有这古装女子 后座和前排又有隔音板 为了避嫌 福伯让我坐在后面 上车之后 我就盯着女人看 她也是笑盈盈的看着我 我大大方方的自我介绍 我叫张童 女子年纪不大 估计也就二十出头 身上隐约有成熟的韵味 这也是女师身上没有的 因为女师的容貌 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 女子惊惊地笑了一声 轻起红唇 说道 我叫庆雪 庆雪一直盯着我看 弄得我的小心脏 扑通扑通地乱跳 还以为她对我有意思呢 但是车子刚走 她就指了指 我头上的兔皮帽说道 她看起来很特别 能不能借我看看 她盯着我是在看这顶帽子 哎哟 我有些后悔一大早就戴着她 不过帽子制作精巧 虽是生皮 但不知道老乔夫用了什么手段 戴着并不感觉到潮湿和腥味 还有些淡淡的清香 我不太高兴地摘了下来 递给她 庆雪凑到鼻子上嗅了嗅 翻着看了一下 围头渐渐地皱了起来 还给我 说道 你可要好好保管 不要弄丢了 五道山的老乔夫 让我晚上要带着他睡觉 昨晚没带 我就听到那狐狸的哭声 现在沁雪叮嘱我不要弄丢 像是一种暗示 我心里有些不安 试探地问道 沁雪姐姐 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沁雪笑了笑 把帽子帮我戴上 捏了捏我的脸 说道 有空可以到客栈找我 到时候再告诉你 哦 我高兴地点了点头 记在心上 车子开得很平稳 神坛外有个停车场 下车之后 我不舍地站在沁雪旁边 不远处 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古建筑 飞檐豆角 有很浓的道家气息 拦住上八卦四项随处可见 墙上画着道家名人的肖像 灰红而庄严 建筑四周 是一个按照八卦主体建设的花园 栽种着不少珍贵花草 正直花开 微风中带着淡淡的幽香 我仰头看了一下 圆形建筑 每一层都有十米左右 但是只有两层 福伯不是说有三层吗 我奇怪地问沁雪 她解释说 神坛是有三层 但只有被人踏路过的 才会显化出来 那意思就是第三层还没人进去过咯 沁雪点了点头说道 嗯 第一层很多弟子都能进去 里面是普通的福禄树法 第二层 每年能进去的也就十七八人 是比较珍贵的福禄和道家法器 至于第三层 传闻里面都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法器和秘籍 可惜 通往第三层的路口处 全是天地境大圆满的妖魔鬼怪 靠近三层路口 更是有数个玄童境的厉鬼在看守 沁雪脸上露出少许无奈 可见她很渴望踏进第三层 啊 神坛十年一开 参与者不得超过二十三岁 这个年龄段里 能踏进玄童的人屈指可数 即便有一两个 也斗不过那数个玄童境的恶鬼 沁雪情绪短暂地低沉 很快又笑着说 不过 今年不同 有龙虎山的张旭 或许 可以联手一试 我急忙说道 我也要去第三层 你可以跟我合作 你 金雪轻轻一笑 嘴上答应着好 表情却把她给出卖了 很明显是在哄我 但我不是随口说呀 我有依仗 正准备给她一个暗示性的炫耀 身后却不合时宜地传来一个声音 就凭你 也想进第三层 柳青峰带着柳柔柳灰和刘雨生过来 说话的正是刘雨生 刘雨生走到我面前 笑着说道 真是童言无忌啊 可以信口开河 第三层 我看你能进神坛就已经很不错了 柳青峰没理会我们斗嘴 而是寒情默默地看着沁雪 打了个招呼 沁雪礼貌地回应 没有太多热情 不过两人并肩站在一起 我懒得跟刘雨生耍嘴皮子 侧着肩膀挤到了沁雪和柳青峰中间 柳青峰厌恶地瞪了我一眼 不过见沁雪看她 立马又换上了一副笑脸 不多时 神坛下就聚集了千余人 此时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他一出现就引发了一阵阴浪 连沁雪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欣赏 柳青峰淡淡地说道 他就是龙虎山的张旭 最有望称为天师的人 这个张旭扬言要打断我的腿 所以我对他没什么好感 张旭走到台上 举止大方地说了几句客套话 然后宣布开坛 他话音刚落 神坛下面的一排石阶就落了下去 从里面生出了十二尊雕像 都是同一个人 但是动作神情各不相同 虽然是石雕 却还是能看出本人的风采 特别是眼神 有一种灵人的气势 他就是柳天一 传闻中破虚成圣 风华卓绝的人物 神像升起 就有人到石像面前磕头 败过之后走向神坛 有人直接进去 但是有人刚踏上神坛时间 就倒飞了出来 不被认可 落地之后狼狈和羞怒的样子 惹来台下一阵哄笑和议论 着实有些丢人 弄得我也跟着紧张起来 生怕自己待会儿也会出丑 福伯跟柳清风和沁雪打了个招呼 拉着我急忙过去 我不舍得回头看着沁雪 知道他也会进神坛 我大声地喊道 沁雪我在里面等你 直呼其名 沁雪有些愕然 无奈地笑了笑 然后礼貌地点头回应 途中福伯跟我说 小姐曾经只差一步成圣 有免贵的特权 你直接就可以进去 福伯把我送到石像跟前 让我自己进去 但是刚要越过雕像 张旭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慢着 唯有拜计就想进去 是在藐视柳道尊吗 我也被两个张家人给拦了下来 福伯伯上前说明原因 张旭听完之后冷哼一声 不屑地说道 那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敢问师族现在有什么资格 免贵 张家人一听全在下面起哄 让我去跪拜叩首 见出了状况 原本要进神坛的人都停了下来 打算看完这场热闹 台下 听到我是失足的 沁雪的眉头微微皱了皱 好像有些不喜 福伯 我们走 我拉住福伯 不想让他再求人 神坛里即便有让我一步登天的东西 我也不能跪啊 否则女尸曾经的辉煌 都会烟消云散 福伯的身子僵了一下 把我拉到旁边 小声地说道 少爷 当年柳天仪得到过一颗聚灵丹 应该就在第三层 他能加速小姐的恢复 少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